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讲解 另外一个字典叫做MySircle的主童 首先说主童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一个客户端向一个服务器进行发送Sircle一句 这个Sircle就在这进行了托作 但是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一台服务器里边撞了一个MySircle不太稳定 因为有的时候网线会掉下 有的时候会电压没有电 比方说今天停电 你的服务器就没电了 没电就不能工作 那么更说的直白一点 就各种原因最终的一个结论 你只有一台服务器 MySircle服务器根本就不行 那么在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 一般至少有两台 你至少你得备份一台 万一这个电脑挂了呢 万一硬盘飞了呢 你所有的数据都在硬盘上 万一飞了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往往再来另外一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 它的作用是 你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上的所有的数据 我完全备份一份放的照 那这就牵扯了很尴尬的问题 如果咱们手动备份 请问他们 有可能今天晚上12点备份一次可以不可以啊 那有可能明天12点的时候备份一次也可以啊 但是你每次备份你这个社会语句写起来很麻烦 那能不能多的一个特点 你的这个程序在运行的这个期间让它自动备份呢 就简单言之 整个这边咱们都可以称这为什么呢 服务器这个透明度啊 透明选哪个呢 就整个这边咱们就都可以称之为服务器 那么这个服务器 我就是浏览器或者是一个用户去访问咱们的时候 那么咱们为了保证将来给用户提供的数据是百分之百成功的 那怎么办呢 一般至少咱们提供另外一台备份服务器 这个备份服务器应该做的一个什么特点呢 如果我要是半天半天手动备份 请问 我今天中午十二点零分零秒的时候我备份了一次 今天下午我六点的时候再备份一次 那么请问是否有可能会出现 今天下午在五点五十九分的时候服务器挂了 你接下来还没来得及把原来的数据库的数据给你倒出来 你这里边是不是只保留了 是不是今天中午十二点的任分了吧 也就是说时间间隔越长 你将来你的数据呢就丢失的越多 所以说呢这么备份呢 手动备份是根本就不可取 怎么做呢 让你的MySQL自动备份 最终做的一个特点 让你的一台MySQL服务器和另外一台MySQL服务器之间进行一定的关联 一定的套路 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让这个MySQL的服务器自动的向这里边去请求数据 你只要一改 这边就变 你只要一改 这边就变 那么请问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说最终一个用户如果要是插入数据 修改数据 或者是删除数据 请问我这里边是不是数据进行了变化 那么我接下来通过自久的一种协议 我自动的把数据给他同步到这边来 请问这边是不是也就该删的 该修改的 是不是这个事是不是也就变化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做到一种现象 主从最终能够体现出来这么几个功能 第一个备份 随时备份 只要有修改就备份 没修改就不用备份 备份 第二个 如果我这个地方把它想象成 把它想象成N个客户 说得更直白点 如果咱们有 咱们做了个网站 这个网站做了还不错 同一时刻有可能有好几千个人来一起访问 那么请问按照原来的做法 是否有可能会导致 这些所有的请求 是不是都会向一台服务里面去吧 即使他们都是独套着 请问 是不是都会向一台服务器里面去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既然有了这个主服务器 主数据库和同服务器 同数据库 主呢叫master 同呢 sleep 好像之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有个叫主人和有个叫奴隶是什么 好像差不多啊 有一定的观念 对 他是老大 他说什么 他来做什么 这就叫主 这就叫同 主 这就叫同 咱们没说奴 说奴不太好听 就叫同了 那么什么意思呢 原来是用 这么多用户 所有的登山改叉 都向这个数据库里面去写 万一 万一这个数据库挂了 整个用户的信息是没了 为了保证数据 不会因为这些电脑挂了而挂了 我至少都有备份啊 怎么备份呢 我中间通过特殊的套座 让他们俩直接 你只要改了 他立马改 你只要添加了 他立马添加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了 那既然能够怎么做 那最终还可以干什么呢 最终就做出了一个特点 所有的数据的修改 往这个里面扔 所有的查 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改个方向 让他从这里查 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这种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一个用户 经过咱们实际的考虑 一个用户将来去修改的次数很少 但是查询的次数是不是很多 所以说大量的客户端 是不是将来就从这个桶里面查了 那么 那有人说 这不岂不是还是从这个桶里面查吗 假如说从这个数挂了 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组啊 都没有关系 不管你的组挂了 还是桶挂了 反正是保证你的数据不会丢 那这就是组筒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觉得一台同服务器不够 那就买个十台八台了嘛 对吧 你只要有钱 谁能拦得住你啊 画了个建筑啊 画了个建筑啊 不用 哎呦了 看到 来 他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操作 让一些浏览客户端 请就这个 让一些请就这个 让一些请就这个 然后让你更新的时候 往这里面写 请问更新是不是 毕竟更新的很少呀 对吧 数据的修改 登山改 毕竟很少吧 你网易台数据库里面写 但是将来大来的大面积的客户端 毕竟都是查东西啊 所以说咱们从多台服务器里边 网给他提供数据 请问对中 是不是就达到了一个 给用户一个更快速的响应啊 这就是主筒 其实主筒的另外一个核心意思 就是读写分离 能看得出来了吗 什么叫读写分离啊 所有的写套法 来认识这个数据 请问他是不是自动通过 是不是把你的数据给你通过一下 把你的数据给你通过一下 请问是不是这数据过来了吧 那么读 向这里边去请求 写 向这里边请求 请问是不是这就叫读写分离啊 那么主筒数据库 最主要的在咱们开发的过程当中 用到的作用就是 来完成 让你的网站更快速的响应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读写分离 然后负载均衡 通过各种东西 最终体现出来 让它的效率快 让它的效率快 那么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今天的一个指点 主同能够做的事情是 读写分离 读写分离是一个 数据备份 是不是又是一个吧 你随便挂 你只要挂一台没有关系 反正我这个数据都有备份 你随便挂也行 你像阿里这种网站 阿里这种大型公司 他们做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是你要做一个网站 我告诉你 基本上你有可能要买三台电脑 或者说买几台电脑 至少你买两台吧 你买个组的服务器 安装一个组服务器 你得买一个同的 是不是安装这个同服务器了吧 这些至少有两个 像阿里这样的人 他们是干了什么东西呢 他不在于去具体的买多少台服务器 他们一备份 备份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机房 咱们备份是一个电脑呀 人家备份是一个机房 你都问你了吗 8万台电脑 备份一下子 再买8万台放在那 再8万台坏了 那8万台立马弄多 这就是真正大公司就弄多了 所以说 为什么人家淘宝 天猫 阿里 支付宝 是吧 1688 阿里妈妈 有这么多大型网站 人家的效率相当快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背后 有大量的服务器给它支撑 如果是没有 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行 你要是给阿里两台服务器 我告诉你 它11月11 那就甭想过了 这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有大量的服务器 肯定是那个情况 是这么用的 咱们明天 是不是多多少少的 是不是咱们就开始用 Python去写一个 什么迷你外部框架了吧 到时候呢 这个框架 这个结构呢 都说我在面部来给你理 简而言之 你今天要知道的 这个事情是 数据 所以说咱们要组同 为了能够更快速的 响应顾客 我来好几台 这样的服务器 接下来是不是就完成了 读写分离啊 这就可以了 那至于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附带均航 负载均衡 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我找一个人指挥 来 来同志 请往这走 你同志请往这走 接下来给他分开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是后面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介绍 介绍 所谓的负载均衡 懂不懂 今天呢 这不是咱们主角 讲言之 今天你要明白 咱们可以读写分离 或者数据备份 就是用主通来实现的 理解了吧 把这个过程理解之后 怎么办 那么接下来就说了 主通 主通通过的定义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主通通过的定义 同一个主服务器里边 复制数据 到另外一个服务器上 一个主 一个通 实际的开发 有可能一个主好多个通 也有可能一个通 里边甚至是接下来 还有很多通 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那么简单言之 咱们今天要给大家呢 咱们店里 咱们大家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搭一个主通 咱们试一把 让咱们大家知道 主通怎么搭的 将来你再去做 装作项目的时候 你知道 我可以用这个主通 因为一台服务器挂了 是不是有另一台 立马服务吧 没有任何问题 来咱们看着 那么咱们今天要搭建的 就是两个 一个是当做主服务器 一个是当做通 那么他们的这个主通 是怎么实现的呢 简单介绍一下 怎么实现了 我简单来说 这个是主 master 这个呢 是从 当一个用户 添加了 或者说是登山改的 任何套座 这里边请问是不是 就有数据了吧 只要有数据 那么你的这个 my circle 这个服务器里边 按理说 他就应该有记录 什么时候改的什么 什么时候改的什么 请问是不是 他应该有记录呀 当一个用户 在插入了一个数据的时候 他会向一个文件里边 一个二进制的log日资文件 写入 刚刚他更改的变化是什么 把它放到里面去 就是一个文件里边同样 刚刚你改了什么 怎么改的 另外一台重服务器 给他配置好一个东西 他接下来用多线程的方式 就thread不是线程吗 这个时候你必须知道了 是吧 一个进程里边 不就有多个线程吗 不就相当于 有多个地方可以工作吗 那么一个线程 他进行IO套路 什么叫IO套路呢 读写 网络的收发 请问是不是都叫IO套路啊 这个线程 一直在从这个文件里边 去读数据 这个文件只要修改了 我这里边就读到了 只要修改了 我就读到了 那么我把我刚刚读过来的 这个文件里边的数据 和我之前读过来的数据 进行对比 请问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你刚刚到底修改了 哪些数据了吗 我原来有一份 是你的这个文件 你现在又给我来了个新的 我接下来一对比 请问我是不是就知道 你修改了哪些啊 修改了哪些之后 我接下来就可以在 这个数据库里边 我对哪一个表里边 哪一个信息进行修改 听得清楚什么意思了吗 简而言之 对核心的一点就在于 你插入数据的时候 它该怎么服务怎么服务 但是它插完之后呢 它有个现场 单独呢 来向这个文件里边去写入 你刚刚的修改是什么 然后让你的同服务器配置它 让它呢 指定从这里边去取 这个log指纸文件 取下来之后呢 它就进行和上一台的数据 进行对比啊 当它只要对比到 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它接下来就去执行 你这里边怎么改的 它这里边怎么改 请问将来 是不是就保证了数据 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呀 这就是主捧的核心点 这就是主捧的核心点 好了 大姐的过程就是这坨 啰啰啰啰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要告诉你 我刚刚给大家表达的意思 想要完成主捧 要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步 必须配这个文件 这是必须要做的 第二步 给这个机器配这个 唯一的序列号 给这个机器配这个 唯一的序列号 然后给这个机器 告诉它 接下来它应该去哪里边 去当做主服务器 用一个命令就行了 我再说一遍 基本上想让主同 搭建起来的流程 很简单 第一步 让这个MySQL服务器 设定好 落个日子文件 第二步 设置它的ID 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值 第三步 给它设一个唯一的值 第四步 然后在这个服务器上 运行一个命令 让它指定 我接下来应该是 从哪一个IP服务器里边 接下来去请求 哪一个文件过去 听懂我意思了吗 你只要做这几步之后 OK 没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 在两台服务器之间 它就是数据同步了 同步 就是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 这就叫做同步 这种说法能理解了吧 那至于什么是一步呢 后面 讲解后面的知识的时候 你再去理解 讲解后面的知识 你再去理解 好了 这就是完成一个数据 同步的一个过程 完成组同配置 说什么 你可以从网上找 有很多种方案 只不过呢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给大家说一种 最简洁的 这种方式呢 很简单 流程呢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其实就是这个流程 那么怎么做 说什么 分为两步 第一部分 你得先在心里面 确定确定 我应该让哪一台电脑 当作服务器 哪一台电脑当作同 就是组合同应该是谁 接下来 我是不是应该在组上配东西 我接下来 是不是在跑到同上配东西 他们俩配完之后 请问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吗 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说 接下来这个配置呢 我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按照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我已经验证过很多遍了 没有任何问题 你只要按照这个流程走 绝对不出错 那这个流程 我到底说怎么办 第一步 首先 你要在主服务器上 去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有可能 你在 去开发的时候 是你刚开始 确确实实 就只有一台 买这个服务器 但是随着后来 业务的需求 你额外 是不是再加一台 通服务器了吧 那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有可能这个主同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既 你是运行了很久了 还想起来 是不是搭建一个通服务家 那么这种时候 就导致了 这里边有数据 这种数据导致了 这里边有数据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先把这个数据库里边的所有数据 你给它备份出来 把所有的数据呢 先给它同步过去 就讲言之 你手动把这里边的所有的数据 你给它备份到里边去 备份完了之后 接下来再配置 它再配置 它再生效 听懂意思了吗 一定要做了这件事情 大家说 东哥我的电脑买色 一个表都没有 一个数据库都没有 我接下来干什么了 没关系了 那接下来就直接配 但是你实际一点 你想一想 你的数据库里边 不是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吗 把它先导出来 导出一个文件 然后放到这里边去 接下来让它俩 具备一模一样的数据之后 再配它 再配它 听证清楚了吗 首先第一步 导数据 怎么导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咱们的第一天里边 这个地方有一个 叫数据的备份和复复 我是不是一直没有给大家讲吧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用 这个地方就用了 简单来说 在你的Linux命令里边 你敲上这个叫做my circle 注意了 不叫my circle 是叫my circle dump 叫my circle dump 把这个命令写上 U写上 P你可以写上password 都行 写上数据库的名字 接下来 大约号是什么意思 重定项 还记得吗 重定项输出吗 我把这个数据库里边的所有的东西 统统倒到这边去 统统倒到这边去 那么最后实验这个功能的效果是什么 看着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先推出来 首先my circle dump 然后-u root-p 然后接下来写一样密码 你写不写都行 或者是你手中数据箱 my circle什么数据库呢 京东 大约号 大约号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就随便写一个什么什么名了吧 一般的后续呢 叫色号 比方说叫京 叫gd.sql 好了 走 ls 大家看 是不是当前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来了一个这个东西了吧 来了这个东西 VM 你京 打开它 你看 就这个地方 这个颜色 我这个颜色配暗不太好 这个地方就是注射 你往下看 这什么玩意 job table if exist的固子 然后再往上走 你看看 第25行是create table固子 所有的数据类型 以及组件元素 然后接下来往这里边插入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又去判断一下师傅有这个表 有这个表就删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 什么叫备份啊 就是把我的数据表的创建 我的数据的插入的所有东西 导成这样的色口语句 其实这就叫备份 听懂我意思了吗 而不是仅仅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拿出数据来是没有用的 必须是导成这样的文件 这才叫做数据备份 那么有了这个文件之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可以干什么呀 你这个时候即使你把京都误删了 请问有问题吗 任何问题都没有 你只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用my circle 就后边这团 后边这团不要 my circle写上root 就这么说吧 my circle 然后 my circle 然后呢 -u root-p 然后登录之后 等等你双密码 登录之后 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了 用这个 用这个 连接好 连接好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就用 用它也行 用它也行 my circle 用这种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原来用过一个东西叫做source 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原来咱们是不是也用过一个source 是不是导入过Aries那个表了吧 就是导入数据的方式呢 有很多种 我这个推出来 其中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你连接my circle数据库 创建一个新的 注意到 先是创建一个新的 因为咱们刚刚也看到过 你把这个再打给你看 这里边有创建数据库吗 前面都是主事啊 你看我选中这个颜色就能看得清楚了 是不是这里边没有创建数据库啊 这里边只有表 应该怎么做的呢 你先连接数据库 创一个 然后接下来你再退出来 接下来再执行这个命令 请问是不是相当于重定向输入啊 这个叫重定向输出 原来一直没有讲 因为咱们同来没有用到过重定向输入 这个地方就叫重定向输入 重定向输出 就是把这个哥们显示的结果 通知这个文件 重定向输入是这个地方需要数据 数据哪来的呢 从这边去 好了 不管怎么说 备份恢复就这么简单 听清楚了吧 这就叫备份恢复 那么这个备份恢复 因为咱们原来没有用 所以是今天我给大家讲 那么讲了之后 接下来干件什么事情呢 你不是想要完成主筒吗 我再给你强调啊 你要理解 别背 第一步 他里边的数据 你先导成一个什么什么色格文件 接下来在他里边 把整个过程给执行了 让他俩保持数据先一模一样 接下来再同步 听清楚了吧 先让他里边数据在他里边一模一样 第一步 my circle dump you my circle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用过大约号 是不是刚刚已经用过这个思想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加了个叫audit basis 杠杠 look all table 杀一个 所有的数据库 而且我在去导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所有的数据库的操作都需要上次 就不允许再修改了 不允许再修改 全部导成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导出来之后呢 我的这个课奖已经写了很明白 导出来之后呢 我已经放到了一个加募录里边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面去啊 这里边就有了 你接下来把这个文件 什么放到哪去啊 这是不是你想让他当主服务器的时候 是不是你才把它导出来 那你接下来干什么呢 你再找一台Ubuntu 甚至是你找一台Windows 怎么那么尴尬 我去哪找Windows啊 本机你的Windows是不是就是Windows啊 所以说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咱这个江老师到时候 会给大家发一个程序 这个ESE文件呢 最终呢就可以按在你的Windows里边 你的Windows可以安装 马上和服务器 听懂问题了吗 让你的Windows当作从 让你的Ubuntu当作主 那有人说 东哥你为什么不把Ubuntu当作从啊 我就是拿着两台Ubuntu的嘛 你看着 我今天早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说过了 这是一台带见面的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一台是黑框的那种呢 我最终我时间是什么呢 让这个当作主 让这个当作同 前提是他们 如果你的电脑能够带得起 两个讯息来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么做 听清楚了吧 这个不带见面的黑框的这个讯息呢 咱家老师已经给大家准备差不多了 已经准备好了 在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 听懂意思了吧 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考下去之后 你的Ubuntu 你的Winware里边就可以开两个讯息 这个当作组 这个当作同 前提是你的电脑能带得起来 你的电脑如果带不起来 你怎么办 你就老老实实的 这个当作组 谁当作同呀 Windows当同 听得清楚了吧 那人就说了 东哥我能不能实现这么一个特点 我Ubuntu的这个当作组 然后我配上一个Ubuntu里边的铜 我再配上一个Windows里边的铜 请问行不行 行不行 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就是说你只要保证有多少点电脑就可以了 那人说 东哥我想配置很多个 那你就把你铜桌拉过来 请问你的铜桌是不是和你是零里约克斯的 你铜桌是零里约克斯的 是不是可以完成组铜啊 这不就行了吗 你把咱们大家都弄起来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非常给力的激发 这就是个道理 随便你把这个电脑砸了都行 是吧 我有备份 就是个道理啊 好的 我的目的听得清楚了吗 我对中央实现的方式是要 一样在两台Linux当中 让大组件 大组筒啊 先在这个主服务器上 把数据导出来 第二波 把我刚刚得到的这个社会文件 复制到 请问怎么复制 Linux Linux之间怎么复制 东哥他又没有界面 我拖 诶 能拖得进去吗 你可别告诉我拖 这个拖不进去 没有界面 拖不进去啊 怎么做 Scopy 还记得吗 Scopy不是通过SX的方式 是不是相当于复制一个文件 文件夹 忘了再回去看看 忘了没关系 你要回去找 就行了 把这个乌版图上生成的这个文件 复制到这个上面去 接下来 你在这个的上面 执行什么啊 执行这个 是不是咱们刚刚说了 是不是相当于创这个 微服这个数据库了吧 在这个同的服务器上 直接敲这个命令 MySQL-Uroot MySQL 但是说这个地方难得就不用写数据库 不用写 因为你在导出的时候 是写的auditbases 那么因此呢 接下来你的这个文件里边 就包含了所有的数据库的创建 以及数据表的创建 听得清楚了吧 这种时候不用先创建数据库 直接自行 如果是在Windows里面 这个界面啊 所有的过程都给大家说了 这是Win7的界面 Win7应该也是一样的 但是XP呢 我说过XP是不太合适 XP会有问题 XP会有问题 好朋友们 你不管怎么说 执行完这个 接下来呢 就可以执行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请问我执行完这个之后 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到哪了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和这个 现在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数据了吧 接下来带多东西 否则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带多东西 那么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 先配置主服务器 配置主服务器 配两个东西 很简单 VIM速度 打开数据库的那个配置 我那会给大家演示过 我想让别人的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登录 我是不是也配置过这个东西了 找到底83行这个位置 行户没有变化 Ubuntu里边找到83行这个位置 这两个东西呢 你要保证他们呢 没有注射 把前面的 如果前面有警号 就把警号抹掉 什么都不用改 注意了 什么都不用改 只要前面有警号 把警号抹掉 如果没警号呢 就确认确认就可以了 接下来 重启这个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配置完了 主的那个配置完了 那么那个红的 咱们应该怎么配置呢 对吗 主的配置完了 是不是接下来应该配红了吧 那么配置红服务器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配置红服务器应该干净什么事情呢 还是打开咱们刚刚的这个路径 嘴条还是打开 你这条物版图上的路径 嘴看不着 看不着 我打开给大家对比一下 VR速度 否则打不开 速度VRMETC下的 MyCircle下的 有个叫做MyCircle 多小几次踢拨键 在康复里边 有个叫做MyCircle. 他打开他 多小几次踢拨键 出来了 密码 好了83 大机直接跳过去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两个前面 是不是没有注射 这是主服务器 那么从服务器里边 我是怎么做的呢 看着 VRM 速度 速度VRM GAMERU下的 ETC下的 MyCircle下的 MyCircle的 他下的 MyCircle 他 都 密码 你最好这两台设置一样 否则你将来就忘了 好了83大机 跳到这边来 你唯独要注意一点就行了 主服务器里边 把ID设成1 其他把这个开起来 就这两步 从服务器里边 这个84级公开 直接把83行这个位置写上 切记同学们 这个地方那个值绝对不能相同 听得出了吧 你这个地方叫1 你就除了1之外 你想用几度想 那一般咱们会用减同学们 你这个地方写1也行 写2也行 写减度行 但是不能重 但是有个点是什么呢 我一般可以用减的 可以一般用IP 请问我这个电脑 是不是有个唯一的IP 这个电脑是不是有个唯一IP 是不是这两个IP 是不是绝对不相同啊 那我一般呢 会这个地方呢 写上IP的最后一味的那句子 比方说我的IP是192的168的1.133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写133 我这个电脑IP是192的168的1.188 我这个地方就写188 听得清楚我的什么意思了吧 反正你保证这两个字不相同 就行了 主服务器里边开这两个 从服务器里边开一个 接下来配置完之后 重新启动 配置完之后重新启动 不管是主的 不管是同的 都要service master call restart 重新启动 听听说我的意思了吧 重新启动之后 还有最后一步 请问他们哪一步 数据 数据现在已经是相同了 他配完了 他配完了 对吧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 告诉他 接下来去哪一台服务器里边 拿到哪个用户名 去登陆去同步了吧 请问这会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 我直接给你root账户登了 我直接把root给你 我的root给你登 请问这种时候是不是就不可能了 我给你root呢 岂不是意味着有危险 所以说怎么办了呢 在这个 主服务器上 先建立一个用户 咱们用户什么时候说过了吧 建一个用户 然后呢 让他去登陆他的时候 你刚刚建立这个用户 登就行了 唯独就差这两件事情 听懂了吧 在这个上创一个用户 让他以这个用户去登陆 就行了 好的吗 那么创建一个用户的方式呢 在这个位置 登陆主服务器 在MyScore里边 在Ubuntu里边 登陆主服务器 在MyScore里边 Bront 咱们原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写上Opera Village 写上Select 写上Update 是不是就有这些权限 你接下来想要创建一个Slave用户 他还可以任意他电脑登陆 那么他的密码也叫Slave 就是用户名 密码 新点新 啥意思 咱们那时候用了个京东点新了吧 就是京东数据库里边所有数据表 那么这个新点新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数据库里边的所有表 那么前面的这个权限 是就相当于我回复给你这种同步的权限 这个地方不一样 你不能写Opera Village 写它 写完它之后 刷新一下权限 这个在主服务器里边做完之后 最后一步干什么呢 测试 最后一步测试 看这 回到你的同服务器里边去 回到你的同里边 把这一句话 就听 这句话比较长 如果你是拿了PDF版本 PDF就到这就没了 你要用你这个Stymail版本 把这一句话 复制一下 然后请问 放在哪 就是谁 放在主的 还是放在同的 放在同里边去执行 放在同服务器里边去执行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看这个地方到底站出来是什么 放大点 Change Master To Master Change Master 是不是相当于去修改 这个组是谁 那组的host是谁呢 这个地方一个给谁的IP 主服务器的IP 请问 说得更直白的讲吧 你的这个 你这个的IP是谁 前面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写谁的IP啊 后边这个Sleeve 这个User叫Sleeve Password叫Sleeve 是哪决定的呢 咱们刚刚在这里边 是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用户 它的用户名是这个 密码是不是也是这个啊 好了 接下来注意一点 这个千万别写错 写错就不对 MasterLog Fill 等于谁 MasterLog Position 位置等于谁 那这两个位置怎么看呢 回到你的主服务器里边去之后 就是这个视频 我东西录下来 你看看 课件是完全一样的啊 你按照课件 你读一遍就完全成功了 那么 首先 我用MyCircle -U Root -P MyCircle 我直接先登录 然后我Sleeve Sleeve 这个叫MasterStatus 在主服务器上 敲这个 看到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MyCircle -B.0000003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Position 是不是111 1121 将来你在你的同服务器里边 这个地方这个值就写谁呢 主服务器里边看见的是谁 你的同里边这个地方就写谁 这个地方这个Position Position是值是几 这个地方Position就是几 听得清楚了吧 写货任何一个都不能成功通过 就简单 言之你的主同是失败的 听得清楚了 确认对话 确认一件事叫 IP是否写对了 这个地方这个值 是否和主服务器里边的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这个值是否和这个值是一样的 确保了在三件事情之后 你接下来把这个东西直接复制 粘贴到你的同服务器里边去 接下来你只要一回车 理论上讲就可以同步了 那么我怎么验证同步了呢 在主服务器里边去敲 so master status 可以看到主服务器里边的这个 组的一个运行状况 那么你在同服务器里边 我们看这 你在同服务器里边敲个东西 叫做 先是登录 my circle-u root-p 先登录我的数据库 so sleeve status 你们发现这么一长口的东西 好恶心啊 怎么看 看这 空格反向大计 接下来就比较好看了 再来点 so sleeve 是在同服务器里边去看同运行的状况 so master status 看一下主服务器运行状况 听得清楚意思了吧 我看到的这些信息 哪一些能表示我成功了呢 来怎么看这啊 如果要是在最后 看到这个地方 注意看 有一个地方叫做sleeve io running sleeve circle running 这两个都是yes的时候 表示成功 那么你怎么看到它吗 因为我这个滚不动啊 这个这个黑框的滚不动 所以说呢 我推出来 我用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着 这个就是我刚刚那个同服务器了啊 我把刚刚的sleeve 计则再自行一点 来怎么办 它往上翻 往上翻 看着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东西了吧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no 就表示它不同 不通过 出现no的原因 同学们 无非这么几个 第一个 你这个名写错了 有可能这个名写错了 有可能it写错了 有可能用户创建权限的时候 权限写错了 听到意思了吗 把这几个只要确定好 你的同一定能开得起来 那开启了同之后 最后的表现是什么呢 注意看了吗 最后我给你演示一把 开启主通之后 最后的表现是 so databases 这里边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了吧 好了 看着 我任意创建一个数据库 我先看看这里边有没有 我先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 so databases bases 有可能说了 他们现在不太一样 这里边所有的表 一定都在这里边 但是这里边原来已经有的表 就不一定在这里边 你听懂我什么意思了吧 因为我是把你的东西拿过来 复制到这儿 又不是把我的给你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我之前要是空的 就是和你一样 我之前要是有东西 就比你多的东西 那么我在这儿呢 显示了当下这个东西 看着 create databases database database 创建一个数据库 前面同盘 是不是就写灵的了吧 比方说 写个 写个就叫 BAT info 这是不是百度 腾讯 阿里 这是不是一个信息了吧 来 x set 等于utf8 他说的什么了 countcreate 是不是已经有了吧 再创一个 创一个2 是不是在这儿创成功 你紧急的立马回去 你敲 是不是 这边来了吗 你在这里边创建的数据库 另外一个 ubuntu里边 就变了 你在这里边对数据的进行的任何的修改 套法 这里边立马就变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 这个你就可以把它成成 它是个实时的 我只要一改 这个同就立马改 是不是也就认为 如果我要是电脑还运行的 如果我的电脑配置还可以的话 我要是配置这么两三台这样的ubuntu 当作同 请问 只要这个哥们一改 那几个同数据立马都变了吗 你删出任何一个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数据都有备份了 听了解说了 这就是主筒 主筒的配置 网上也有教程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呢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那边 是ubuntu的主筒配置 而咱们客戒上这边呢 无非是把那个从用windows来表示 听了解说了吧 因为考虑咱们大家毕竟都是windows 有可能你的ubuntu 有可能你的windows跑两个去就跑不起来 所以说呢 今天下午你的链的时候 让你的windows当作从服务器就可以了 那么按了这个流程走啊 百分之百没有人要问你 但是切记啊 如果你要是有多个从的话 这个地方这个只能相同吗 千万不能相同 相同就不对 相同就不对 切记 把这个流程只要走一遍 接下来主从就搭建完了 最后强调一点 说完了主从能有什么用 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 你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架构是怎么搭建的呀 或者说你在存储数据的时候 你是怎么来提高将来查询数据的这个效率的呢 你就可以好了 你就可以说了 我用的是负载均衡 当然负载均衡是什么 现在还没说 负载均衡里边用到了什么呢 主通啊 肯定是这么情况 就像按言之 我用到了从服务器好几台 我接下来大量的用户在请求读的时候呢 select的时候呢 我让他从这几台服务器里面去通向 如果要是更新的时候呢 就是修改的时候呢 我让他去下那个数据库里面插入 请问在几台服务器之间 是不是数据同步的 是不是就完成了 是不是相当于 能够完成一个更高端的一个并发的一个效率了 这样按照效率就高 网站就不卡了 就这么点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主通 说的主通啊